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这个台风小犬台风 虽然是小犬 但是也是蛮大只的 但是它是个大眼台风 所以大眼台风 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眼睛大的台风 它可能不见得很强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眼睛大的台风 虽然说它中间的眼墙 或许不是很扎实 但是它的整个环流够大 还是会带来风跟雨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 雷达回坡图上可以看到 其实暴风圈已经碰触到 东部的陆地了 比较明显的还就是在花莲 到台东这一段 那北部地区的降雨呢 是比较外围一点的环流 实际的暴风圈碰触到 就是花莲台东 甚至是恒春的东半部地区 所以呢 现在这个小犬暴风圈 已经开始碰触到陆地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接下来整个东部 跟恒春地区 雨势会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暴风圈进来了 雨带进来了 所以降雨的状况 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大家可以看到 等到这个比较红色 黄色的这个 雨带进来的时候呢 可就跟现在这种 时不时一阵一阵的雨 有差 差很多了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台风数据 目前台风的中心距离鹅栏比大概还有270公里 走得很慢 每小时11公里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 那它现在呢 如果用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方向走的话 预计你可以看到明天早上的8点 通常还会再提早一点点啦 所以我大概预期它是明天大概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有可能就会登陆到 也许是台东 也许是恒春 也可能是交界的地方啦 反正大概登陆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在明天的这个 清晨到上午这一段时间 那其实呢 在过去几个小时呢 可以看到是这个小犬台风 它稍微有减弱一点点 它的近中心风速啊 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大了 刚刚我收到的最近数据是已经变43公尺了 14级风 所以它有在减弱 可能是因为暴风圈碰触到炉碟关系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整个环境场 不是不适合它变强哦 所以它现在稍微比较入一点点 不过重点就是因为它的暴风圈很大 它七级风暴风 七级风的暴风圈半径就有250公里 之前那个海葵台风其实也才150公里 所谓陆上警报的地方 那接下来就陆续开始增加了 包括南投 南投的山区这次也要特别注意降雨的部分 还有就是整个新竹以南一直到这个恒春 全部也都在警戒的范围当中 就是除了基隆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 我们这四个地方没有进入这个台风的路上紧接范围之外呢 几乎全台湾都进入了 未来还会可能还会它持续往西啊 可能还会加上这个外岛的部分 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大的 它范围大的台风 范围大的台风 所以呢这个风雨全台都会有感受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哦 今天到明天是它通过的时间 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你不要管它是不是大眼台风 不要管它是不是有逐渐稍微减弱一点点都不重要 但是有风跟有雨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的是这个 在整个小犬台风通过台湾的期限 那气象局也做气象鼠啊 抱歉啊人家升级了 有一个总雨量预报 我们就要来看看哪些地方的雨 会比较明显一点 当然你可以看到橘色的区块 就是宜兰 应该是花莲跟台东的山区 花莲跟台东的山区 是上看到1100毫米 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哦 可能就是这两天的时间 会下到1100毫米 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 这个岩防摊方落石土石流 那宜兰的山区啊 还有这个花莲跟台东的平地 大概是800 上看到800毫米的一个雨量 另外在屏东的山区 屏东的山区也是有可能有700毫米 这也是比较多的雨量 你不要看台北啊新北桃园 不是不是没有在那个警戒范围吗 但是我们还是因为逆时钟 这个台风是逆时钟旋转的关系 那个环流甩进来啊 我们台北新北跟桃园也是会下雨 所以山区也会有200到350 像是这个桃园大概是100到250 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 所以其实这个台北新北桃园 虽然没有在警戒范围当中 跟台风价是绝对无缘 但是请注意还是会有雨 所以请你一定还是要做好准备 好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就是整个我帮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台风 有哪些这个特别重要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在豪雨特报的部分 现在或许可能还没有感觉 但是就像我讲的 暴风圈已经碰触到陆地了 接下来的雨就是越来越大 所以气象举发豪雨特报 宜兰还有新北市的山区 有大雨或豪雨 新北市有没有就不在那个警戒范围当中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钓以轻心要我不在警戒范围当中 错新北市的山区 其实受到这个逆时中环流的影响 它可能会有大雨到豪雨 还有宜兰基隆 新北台北桃园山区 有局部的大雨 所以其实现在反而比较明显的雨 反而可是集中在这个 没有在警戒范围当中的 这个基隆 还有台北 双北跟桃园地区 但是接下来就换花冬了 所以下一报 可能这个豪雨特报就会多加很多地方了 那就要提醒大家 讨厌 每次台风来都会有大潮 又碰到了大潮 所以花莲以南的地区 还有整个西南部沿海低洼地区 务必要严防海水倒灌造成的淹水 上一回海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次又碰到大潮了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花莲以南 还有西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 还有风的部分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有陆上强风特报 东部 东南部包括蓝与绿岛 恒春 桃园以南的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可能官方会说 那金门马祖离那个台风还很远 为什么会有强风 因为整个地形场的关系 地形海峡地形的关系 也会造成它可能会有 9到11级的强震风 特别是注意 今天晚上到明天 也就是那个台风中心 快要靠近的时候 恒春跟台东 最高有可能来到 14级的强震风 平均也有可能有11到13级的强震风 这次风最强的地方 蓝与绿岛 17级的强震风 每次台风来蓝与绿岛 是这个风都是最强的 大概都是17级破表的 那恒春跟台东要注意 11到13级甚至甚至是来到 14级的强震风 一定要留意强风 那还有就是现在呢 海面上全台各地的海面 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了 目前目录陆续续观测到 5到7米的浪高了 你现在如果还去海边的话 我真的要骂人了 真的是请远离海边 这个台风来了 浪来了 这个风浪大了 远离海边 注意自己的安全 还有不要再去什么登山 不要去爬山 不要在这边 尤其是这样双北地区 我没有在几间范围 所以我去爬山 我跟你讲 不要再找这些救难人员的麻烦了 留在家里 或者是这个安心上班 这是最重要的 台风期间 山区海边务必远离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今天的金门 恐怕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很多人说哪呢 因为它是整个台风 从外围环流 甩过去之后 甩过去之后 跨过台湾之后 有一个沉降作用 大家都要沉降 有容易焚风的现象 类似焚风的现象 所以金门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这个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天气的状况如何呢 因为呢 今天到明天嘛 周三到周四是全台 说到这个台风通过的影响 都有雨 那东部恒春 可能目前是还没有报大豪雨特报啦 但是有可能啊 因为你看它如果冷击雨量来到1100毫米的话 那真的就是大豪雨了 好台风走了之后 星期五星期六 还没远离呢 它的外围环流 后面的尾巴还在 各地还是有雨 这个时候就是东北部的雨势 会比较明显了 因为这个环流转的关系 以后就变到东北部的雨势会比较明显了 然后呢 接下来雨还在下 为什么呢 因为台风走了之后 接下来换东北季风下来了 东北季风下来 加上水汽多 所以北部东部 还是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那特别是在中部以北 在星期天到下个星期一这段时间呢 因为东北季风来了 就会稍微凉一点 但不至于到冷啦 是凉一点 早晚温差有一点大了 可能低温24到26度 但是白天可能还是有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 就逐渐的这个东北季风一波一波下来 这个就叫做一波秋雨一波寒啦 所以天气逐渐在从秋天开始 越来越进入深秋 但是总之要先小心 今明两天 这个小全台风 通过很可能在全台湾带来的雨势跟风势 特别是东部跟横春 就是花莲台东横春这三个地方是 务必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的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呢 这个小犬台风的这个台风相关的报道 先要把时间换给书分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立业子铁尾 和转发 穿住 320岁 0108 4206 5206 7105 1 6705 7107